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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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是我的是都是新北市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之前曾经听过一句话 就是我不是在图书馆 就是去图书馆的一个路上 这表示什么呢 其實以新北市來講 最近這幾年針對各區的一個圖書館 都有進行不錯的一個改造喔 那也改變了以往大家對圖書館 可能都是一些只有長書 只有閱讀這樣的一個部分 現在的圖書館的一個功能 可以說是越來越多了 但是重點是我們要了解 到底圖書館的存在 是希望我們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場域 能夠搜尋到 或者是說能夠學習到更多的一個知識 還是說我們應該利用圖書館的一個空間 做更多其他的應用呢 那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就和大家一起來做討論 首先來介紹參加今天節目的幾位來賓 第一位介紹的是 我們新北市立圖書館館長 王錦華館長 館長好 大家好 在介紹的是我們新北市議員 洪家軍 洪議員 議員好 主持人還有我們各位觀眾 還有我們所有來賓大家好 再來介紹的是我們真人圖書館 我們文化創意人的代表李芳良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非常歡迎三位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那麼今天主要來談談就是有關於我們新北市圖書館的一個部分 其實最近這幾年也常常看到一些新聞報導說 哇 哪裡的圖書館啊可以避美國外的哪一個圖書館 非常非常的一個漂亮成為什麼大家打卡的一個地點 那也說裡面的一個圖書館的一個功能性喔是越來越多了 那但是呢這也是代表著說現在我們的圖書館是在進化當中 不過呢首先一開始我想先跟請三位來分享一下 對於圖書館喔大家的一個印象是什麼 以及你覺得以目前來講你所去過的一個圖書館有沒有什麼哪個地方讓你印象是最深刻的 先請館長來分享好了 畢竟新北市圖書館都是他館的 來館長來分享一下 好我想以前大家都總的認為圖書館是一個典藏圖書的地方 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改變 目前圖書館真的是要走向更生活化的方向來經營 那如果單純只是閱讀的空間 我想這個沒辦法滿足大家的需要 所以這幾年我們新北市一直在推廣生活的圖書館 就是圖書館它是大家生活的地方 那我想這樣的概念我想應該是從 北歐那一代開始最近在覺得 圖書館它可能就不只是圖書館 它可能就是大家生活交流休閒聚會 哪怕是做一些商業的展示 都可以在圖書館發生 所以圖書館的功能就更擴充 它可能是變成是一個城市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些大家分享生活的地方 這是我覺得圖書館的改變跟圖書館未來的願景 是 那所以整個一個圖書館來講 你印象最深刻的 你覺得還不錯的 你看過的 當然不見得說一定要我們新北啦 是 我前幾年有去北歐 我到一個丹麥的DOKK1圖書館 圖書館很特別 除了圖書之外 他在裡面竟然還可以辦小農事集 對 圖書館裡面 還可以辦一些商業的展示 是 那你發現他的人 他不是只有來看書 他真的是一個大家生活的地方 哪怕在這邊聚會聊天 然後一起交換書 交換物品 也可以在圖書館發生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把圖書館的想像空間更大 而且更生活化 在裡面聊天耶 可是以前他在圖書館這樣 一點點聲音馬上就會被噴 不能吵對不對 所以在那邊是OK的 哇 真的跟我們比較不一樣 你講話就圖書館 是 來請教家居你自己的一個印象 以及你對圖書館的一個使用 尤其我們知道你現在四個小朋友對不對 應該都有機會曾經去圖書館 對 沒錯 因為我從小朋友的小 我小朋友小時候 像我手上這一張啊 就是當他們還小的時候 我帶他們去英哥這樣的一個圖書館 當時他剛完成 就是我們的一個玩具圖書館 所以你在上面會看到 玩具圖書館會員卡這樣子 到現在我已經把每張卡片還給那種孩子 他們自己就把它當成圖書館的 這樣的一個卡片在使用了 所以我今天借出另外一張 然後對 我們這四個小孩其中一位 那再來其實喔 真的從每一個人生活當中 因為從孩子小 你會去尋找這樣一個社會支援 再來慢慢長大 就是我現在手邊這一個 樂山圖書館 因為孩子漸漸大了 那學校常常會有一些功課 可能要他們去找資料或各方面的 我就會帶到住家附近的一個圖書館 對 這間圖書館它叫樂山圖書館 就在樂山園 我很喜歡去那個地方的原因 第一它採光很好 第二個它鬧鐘取靜 所以它就剛好在你知道 山谷之間 也不是山谷 就三家 這樣環抱之下 旁邊都是山 然後這樣子 好像有一點像是一個盆地的概念 所以你在那邊就會感覺很舒服 採光好 又有這樣的一個你知道嗎 陪伴在這樣大自然之中的一個圖書館 它比較不是那種制式的就是我去那裡就是排排座看書 我記得印象中有那種什麼咖啡座之類的 對不對 它有戶外空間 對 有戶外空間 然後還可以來個咖啡 就是慢慢的喝個咖啡看書 那種感覺很好 不見得要去什麼咖啡廳 在那裡其實還是同樣的可以想 它那個氛圍很接近 對 好像你剛剛講的那樣 氣氛非常好 我這個圖書館印象也很深刻 它雖然是小規模 可是我覺得對我們比較偏僻 偏鄉的吧 應該三家嘛 比較偏僻 然後人比較少 可是我覺得對那邊附近的民眾 以及附近的學生來講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對 鬧動之境 真的是一個值得推薦的 所以這是家軍對這個圖書館比較 覺得比較推薦的 然後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個地方 再來請教這個方良里長 曾經的方良里長 現在是方良大哥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你印象當中 你覺得不錯的圖書館 以及你以往在圖書館的一個使用方面的一個感覺 好不好 因為我是從 我是四五年級生 所以我們都從聯考的那個時代產生的 所以我們去圖書館就是K書 就看書 就是為了聯考而去圖書館 因為它那個比較有一個安靜的環境 可是我們在圖書館 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圖書館印象都是 暗暗的 靜靜的 好像就是獨立空間 現在的圖書館 我後來我搬到三峽 後來有台北大學 後來在台北大學當中 台北大學標榜的就是 台北大學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圖書館 明亮 空氣流通 館長多 那現在就是我後來的論文 都是在圖書館裡面去看書 去找資料 後來完成的 後來在圖書館 現在還有一個就是資料很好找 因為它變成一個數位的圖書館 所以現代人有現代人的需求 所以圖書館現在變成分眾的市場 如果真正要K書的 就要到安靜的圖書館 真正找資料就要可以到 可以討論的 有資料 有數位可以去查的圖書館 所以現在圖書館的形態 我相信變成很多種類 社區有社區的圖書館 私人有私人的圖書館 還有公家有公家的圖書館 那當然我們很羨慕 就是國外有一些圖書館 就是一個地標 很多大學也是標榜圖書館 是他們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建築 或者一個標榜的一個地方 所以圖書館其實跟生活 我們的日常生活 是有息息相關的一個串聯 我記得我看過一篇報告 就是票選全台的前十大有特色圖書館 其實台北大學有在裡面 對 那也是算是我們整個新北地區 蠻有特色的一個圖書館 所以我想請教這個館長 就是目前來講 我們對整個新北市 對於圖書館的一個政策 大概是怎麼樣的 因為我記得好像最近三重吧 這一陣子好像三重也是 剛蓋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圖書館 對不對 三重 先講我們目前 新北市圖書館的政策 我們目前有104個據點 大家想像剛剛藝人講的那個 那個也是其中的一個 熱散其中一個 我想我們是希望有系統的去改造 那第一個是從硬體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 當然有些是新設 一定要新設 然後再普及 那舊的管設 我們也希望把它做翻轉 那翻轉就會有比較大的翻轉 跟比較小的翻轉 有些翻轉是全面性的翻轉 像我們前幾年做的新電分管 譬如說我們最近完成的一個泰山分管 我們是把它形容是鳥屋風 泰山分管 對對對 那我們是會做這種全面改造 但是我們也不是說 大部分都在做全面改造 我們會把小區域把它整理起來 就是一個比較舊圖書館 但是旁邊有一個新的氛圍的一個角落 這是硬體的部分 我們都會持續在做 那大家願意再來圖書館 然後喜歡來 那第二件就是我們的所謂的 館長這一件事情 那因為以前是在強調實體書 那現在的電子書電子資源也是重點 尤其過去幾年疫情期間 大家根本 不能出門 對 只好做線上 所以過去三年來 我們線上的電子書的利用率很高 幾乎是每年一百一百的飆升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方便大家介入 但是我們也想到是說 實體書介入當然有些免費資源大家可以用 那更多的機制資源我們提供給市民 然後我們也希望擴增我們實體書的介入方便性 所以目前我們所有的館的書 都可以用預約取書 譬如說你住板橋薑紫萃 那你就可以用網列或者是App 然後你需要的書從別的館調到薑紫萃 你直接去取用就好 哇 那你要還書就是所有的管的 都可以去還 都可以還 這是增加它的 你這個來秀出來告訴大家一下 這是App的是不是 哇 家境都有 真的是有在使用的 這是我們一個新北iBook的APP 對 不過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因為之前都是在動健康 現在又要再增加一個了 這個方便性就是大家只要用手機 就可以輕易的找到你要的書 還有我們多服務就會在裡面 這是我們新北iBook 這個歡迎大家 搜尋一下新北iBookAPP 就可以下載 是 是 哇 這是方便的一個地方啦 是 那當然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這是目前以新北來講 針對圖書館的一個政策 但是接下來我想要請教這個家軍 就是說 目前好像看到大家在介紹圖書館的時候 都會以說 哇 這個圖書館蓋得多漂亮 這個圖書館有什麼樣的一個特色對不對 感覺好像都在追逐所謂的一個 建築硬體的一個部分 但是圖書館的本質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去顧慮到 因為它畢竟真的是一個 可能念書啊 看書 或者是能夠搜尋一些資料的一個地方 你覺得咧 是 剛剛進化講到這一塊 其實我想到兩個圖書館 一個就是英哥的圖書館 它這個圖書館我去了好幾次 那剛好都是就是文化局也好 也包含區公所都有在辦理一些相關的活動 像英哥就是我們的陶瓷 所以它藉由各種陶瓷的一個展出也好 或者相關裝置的一個氛圍也好 帶出在地的藝術家 我覺得這樣結合挺好的 也是 包含它下面地下室它還有一個空間 是我們的小朋友 它以前是就是我剛剛講這個玩具圖書館 那現在呢增加一些孩子的一個DIY的課程 也會以陶瓷這塊為主軸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在那邊就是 協助各種的一個文化的一個你知道嗎 發算也好訊息也好 還有很多的一個課程可以在那邊 就是藉由那個機會那個平台做導入 再第二個 也是我們新北市指標的一個圖書館 就是我們的總館 對 那最近也因為我看到一些我們的礦業文化 在那邊做一些沙龍的一個分享 何謂沙龍 當天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就是橋段 它會藉由很多的一個攝影展 來帶進今天的一個主題之外 它還在很多的一個就是流程當中規劃 跟礦業這個相關有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物 包含一些作家 包含一些專家 他進行有層次的一個分享 這整個的一個活動走下來 稱之為沙龍 所以那一次我就覺得哇 在總館那樣的一個氛圍 感受那樣的一個文化的一個洗禮 還有藉由這樣的有層次的一個 你知道嗎 活動 所以我覺得那樣的一個氛圍 真的很棒 要給你大大的一個讚 議員那天從頭做到尾 對 所以感受很深 對 所以圖書館來講 除了說它原本的功能之外 其實我們也要再把它往上提高一個層次 跟我們的在地文化 要必須能夠去做結合 可以更深層的看待 對 不只是看書 能夠更多的一個生活面的部分 其實是不錯的 還有各領域的一個交流 對 真的 所以請教這個方良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你畢竟也去過很多的一個圖書館 而且呢 你現在還有一個身份 就是真人圖書館當中的一位 一本書 所以你是一本書對不對 那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先跟我們分享就是說 對於圖書館的一個多功能使用的這個方面 你是覺得不錯 還是說其實應該要回歸到原本 大家安安靜靜 不要朝我看書 不要朝我念書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新北市最近做了好幾件事情 很值得人民讚嘆跟喜悅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圖書館 它大量的圖書館的設置 那當然真人圖書館是因為有真人在這邊 所以辦這個活動還不錯 就是因為有朋友介紹 三峽的朋友介紹了 就去甄選 結果我就入選了真人圖書館 是真的人還活著的人 因為我們小時候我們都覺得 我們跟人家騎老 跟一些老人家講一些 聽他們講故事 我們都從這些老人家的口中講到 這口述歷史 就變成一個歷史書 其實我們因為在社會上奮鬥了一段時間 那剛好有一些經驗 那剛好圖書館有辦這件事情 那就選了我們來當真人 然後去各地方分享 把我們的一些經驗 如果要談怎麼樣幹好里長 那怎麼樣去做藝術創作 還有的我們現在在推廣的 怎麼樣做減碳低碳 我們也可以都把我們的經驗講出來 那再來就是說 新北市還有一件事情做得很好 就是各地的運動中心 運動中心各地都設立得很好 那像我們家軍議員 他們夫妻兩個都是運動界的前輩 那對我們真的照顧很好 我覺得現在的氛圍慢慢地就是說 各地方有各地方的特色 所以應該是融入生活當中 大家的需求看看你的分重在哪裡 其實以前我們就是 在三峽會發展那個藍染 其實我們就從很多老人家的口中 跟圖書館的資料當中 去慢慢地把這些舊有的記憶 舊有的藝術給找出來 變成社會現在變成一鄉一特色 變成我們三峽一個特色就是藍染 所有藍染的歷史都在三峽這邊都可以找得到 是 所以如果借閱李方良這一本書 其實還可以分享藍染這件事情對不對 所以其實真人圖書館的概念就是 原本應該是書本上可能呆版的文字 就是文字而已 你有可能念一念可能就累了 或者說搞不好我已經老花了 都看不清楚了 這時候如果有一個真人 從這個書本上這樣子跑出來一個人的話 跟你做分享其實也是不錯的 所以館長這是不是你們當時一開始 設立真人圖書館的一個原因呢 我想真人圖書館它原先起源是在丹麥 所以我們新北市第一個從外國引進來的一個縣市 那我們現在真人圖書館有102個 當然我們會看這些來讓我們徵選這些 是不是有那個資格跟那個價值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目前收入這102個 各個領域都有 有職場的啦 有一些個人成功 另外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事 譬如說他有艾滋病的 也有同婚同治的 我們都把它收納進來 非常多 那無非是希望大家能夠善用這樣的資源 而且面對面來談他的心路歷程 或他的成功經驗 或是他過去的一些失敗 一些心得 那就不是單純只看一本書那麼 那麼深入 但是它是很生活化 直接來看這個人這樣 所以像這種的話 它是真的就是 我跟平常借書的時候是一樣 也是要預約嘛 對 我們就有那個網頁跟手冊 你可以說你要借這一個人 那我們就幫你媒合 就約一個時間 在圖書館見面 然後就來圖書館見面 然後就可以可能一對一或是一對幾 這樣的一個分享就對了 馬上如果覺得說哪裡有問題 我還可以直接提問 這種感覺是真的不錯 所以它的一個類型 你們一樣跟書的分類一樣 有非常多的類型 所以像方良大哥的話 就是這個文化創意人的類型 對不對 我還看過有新住民 有一位變柔雲 就是做那個果凍的 那個果凍 對 然後呢 所以我想問的是說 這些人裡面就是借閱率最高的 大概會是哪一種 借閱率最高的 反而是像方良大哥這一種 對 創意人 對 所以其實真人圖書館 也是慢慢的我們新北市 在推廣的這個部分 也歡迎就是民眾 如果真的是書看不下去 想要聽人說故事的 因為我們就是用這個真人圖書館的方式 可以來繼續借閱 來去做分享 好 那當然啦 一些 我們知道說特色書店其實也能夠帶動一些 閱讀的一個風氣 對不對 那像我在手上喔 這是網路上去找的一個 首爾的星空圖書館 那他們算是在韓國裡面啦 也是蠻大家推崇 大家喜愛的一個地方 那我自己的印象當中 有一次去韓國自由行的時候 我女兒就是小朋友他們 安排了一個地點 就是去參觀他們某一個圖書館 所以我在想一個好的圖書館 一個有特色的一個圖書館 是不是也能夠帶動所謂的一個觀光 這樣子的一個資源喔 那請教這個館長 我們新北目前有這樣子的嗎 我們目前當然 我們板橋有個總館嘛 那總館目前大概也算是一個 一個訪宏跟特色景點 那我們事實上包含外國的一些使節外在部 他們都會帶來新北看我們的總館 那我們總館特色就是科技跟特色的閱讀角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好的空間 但是我想我們也不以板橋總館為滿足 所以我們目前在三重有在規劃 要蓋第二個總館 那概念上也是希望這個總館 有別於傳統的圖書館 那還要更精進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在想幾個元素 就是它必須跟 它是建築非常新穎 然後又是複合式經營 然後又是在地的中生學習的中心 然後能夠引領科技的一些潮流在裡面 這是我們目前對於 我們三重這樣一個 未來的第二總館的一個願景 那這個案子目前已經在準備甄選進入室 那可以期待未來我們在板橋這邊有一個總館 在西北地區就是三重如洲 新莊那一帶也會有第二個總館在那邊呈現這樣 聽說好的一個有一些知名的那個書店啦 包含成品啊鳥屋 好像有他們在反而也能夠帶動周邊的一個商機對不對 關於這一點的話家居你怎麼看 這個我又要講到樹林了 樹林的秀泰影城 大家可能只知道看電影 那事實上呢在他那個影城之外啊 他其他的樓層也有書店 真的我們很喜歡泡在那裡 尤其帶著小孩泡在那裡 很好 能夠打發時間 對 沒錯 他的空間規劃很好 為什麼這樣 除了就是說你要去看書或者買書 那他在同樣一個樓層 他就有可以坐在那邊 而且他那個視野是可以穿透的 可以看到就是說很容易看到就是說 你家的孩子在哪裡 那你又可以很優雅的坐在那邊喝咖啡 看著自己喜歡的一個書籍 真的是一個很研究也很享受的一個moment 嗯哼 是 所以你覺得未來如果說有機會做這樣的一個結合 像我們的圖書館 然後可能有這些比較懂得行銷的這些書店書局 大家一起共同來合作是不錯的 而且他可以帶來就是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一些更多元的一個經營 像我在剛剛講的秀太影城那一塊 他旁邊其實就是我們的圖書館 對 藝文中心也有圖書館 所以你知道我們家的規劃會這樣很多元喔 可能今天這一個老二要考試 他就會在你知道閱讀區 那老大跟老三想要討論一下 就到樓下的咖啡館 那小的比較調皮想要活蹦亂跳的 我就帶到剛剛那個書店 我邊喝咖啡邊顧小孩 那老公可能還要帶另外一個小孩去看電影 也都可以滿足 所以一樣是在你知道 參與這樣的一個親子活動 或者讀書這件事情 接觸藝術文化這件事情 在那個場面我們很好處理的一些不同的需求 真的 所以一個綜合性的一個方式就對了 老人家還可以購物 真的 方良里長 方良大哥有什麼樣的一個建議跟看法嗎 其實我當里長的二十年當中 我感覺到我做了資源回收 最多的就是紙類 書籍 每次只要一畢業季之後 我就看到一大堆教課書 就整堆整堆的丟進來 可是有圖書館的存在 我們就可以查到以前的書籍的一些古董書 那有一些根據流行的書 你就常常會在資源回收站看得到 但是我覺得新北圖書館 有一件事情做得很好 包括跟我們的資源回收站 有結合 因為我們都會蒐集到很多漂流書 後來新北圖書館有成立一個漂流書的借閱站 我們社區有借書中心 有借書站 有漂流書 這些漂流書我特別喜歡找的是什麼 是兒童類的 所有小朋友和孩子在成長的時候 第一個接觸就是書籍的 數字啊 字母啊 波波波波啊 圖像啊 動物啊 都是從書籍當中去慢慢獲得的 所以這些漂流書在這些漂流站當中 我覺得特別容易借閱 所以我覺得資源回收收集一些書 我們也可以融入到漂流站 然後有些真正值得收藏的書 我們到圖書館去收藏 那最後是不是請我們館長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近期有沒有一些圖書館方面的活動 方便我們民眾啊 都可以去參加的 好 因為我們最近差不多已經接近暑假了 事實上圖書館一年都辦各樣活動 那包含給各個群組 那暑假的部分我們會針對小朋友 或是說國小 國中這個年齡層 那我們一期的課程會在暑假辦理 那包含這些 而且今年我們的特色是雙語 還有母語的介紹 認識 我想這些部分都是目前大家有興趣 還有中央政府非常覺得要推的部分 那這塊都可以在我們圖書館的活動裡面去發現 那最後我想要說一下是說 因為圖書館也擔負一個社會照顧的功能 那我想我們圖書館除了各年齡層或群組的 希望他們來利用圖書館 我們也會設置這樣的空間 讓他們在圖書館能夠充分利用 那有一個很特別就是我們圖書館也有在做陪讀 就是一些比較弱勢的小朋友 他們是可以到圖書館 那我們有一些志工 就會幫忙做一些科業輔導 那結束之後我們會給他80塊的餐券 他是就進到超商去做消費 這部是我們圖書館做了很多年 那目前也在各個圖書館都有在做 也持續在做 我想這是我們圖書館能夠散盡社會的責任的這一塊 哇 真的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 對 所以其實我們新北市立的圖書館 在最近這幾年其實一直在做一個改變當中 那也希望說所有的民眾 大家可以多多的來利用 從圖書館當中呢 可以獲得一些心靈方面的一些成長 以及說不管你要來這裡誘兒啊 或者是呢 不知道帶小朋友去哪裡 真的就可以放到圖書館這邊來 真的都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呢一樣非常謝謝三位來賓跟我們的分享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